欢迎大家参加证券资格考试备课程 这是第一章 第一章里面有五个部分 首先我们会讲一下金融产品与服务和监管 第二我们会讲一下监管当局 第三我们会讲一下证监会 第四我们会讲一下香港交易所 第五最后会讲一下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和中介人 我现在正式开始第一章的课程 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会讲一下金融产品 金融产品主要有分开到债务的证券 股本的证券 即是俗称我们的股票 以及一些献身工具 例如期指、期权之类 这些都是一堆金融产品的例子 例如包括期货、期权、外汇基金、戶维基金 甚至一些可转让公司的股权 这些都是一些金融产品的例子 至于这些就是一些金融服务 你看到就不是一些产品 是一些交易 或者是一些服务 譬如有证券交易、期货交易、收购合併 一些投资银行的服务 放债、保险 那些都是属于金融服务的类别 可能你们都会问 为什么需要做一个健全有效的市场 和独立的专业监管机构呢 其实我想有几个原因 首先第一就是金融产品和服务 现在开始日趋复杂 不像以前那样 现在很多新不同的产品 由于那些名字 听都没听过的 那么多人要有健全的市场 才可以支持到这些产品 还有要有监管才可以 令到这些产品可以保护到这些投资者 第二点就是一个巨额财富的流动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 你看到那些钱都走是走 有时断亿断亿这样 如果你没有监管 很多时候都会出现一些 不是大家很想见到的情况 还有不良守法的肢长 因为始终金融市场这么大 当然有很多钱金的流动 而会有很多贪心 或者做一些坏事的人 所以你需要有监管 才可以尽量避免这些不良守法的出现 监管机构提高市场质数的方法 其实有几方面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鼓励开发生产品和服务 不过这个要小心一点 是鼓励开发 不是自己开发 你不要去叫政家妹自己去设计的产品 于是他不会鼓励你去设计的产品 这个才是他的方法 他会协助提高市场人权 质素和技能 包括一些考牌制度 例如CBD 你定期每年都要上五个钟球堂 这些方法 实施一些投资者教育 正在我下面都有一个 即IEC 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一个部门 一个机构 是协助公众去多一些投资知识 有时他都会拍一些片 做一些宣传单张 去教识普通投资者一些投资的知识 金融产品机构共同的目标有几个 所以他要实施必要的监管 协助维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 维持国际一些金融的规例 令到市场可以很方便使用 最重要是开放 二入二出 公平有效的市场 以及法律一定要明确 至少大家可以跟 就算是我想跟法律 如果法律也写得不清楚 如何跟 所以一定要有个明确的法律 要有完善一个公平的执行方法 鼓励建立一些基础的设施 和全球接軌 以及提高国际和本港金融市场的信心 监管的理念和制度 这个有两种方法 一个叫做评审结果为本 而另一个就是以披露为本 这两个是什么来的呢 有什么分别呢 如果是评审结果为本的 主要是站在监管机构上 由他去审批 由他去告诉你 你的产品可以买的还是不可以 例如如美国的蓝天法 香港的上市规则 也就是以评审结果为本 都是他设定规矩 你要去跟 然后你可能去某些位置 要给证监会 要審批 看你过不过得到 过得到骨 你才可以卖到这些产品 另外一个就是以披露为本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概念 他要求你详细这样披露 譬如你要出很详细的公告 年报 说完你自己公司有什么好 不好处 或者关联交易 全部都写出来 但是 最后 参与或者是不参与 他就被投资者去决定了 就算你是一间真的不是那么好的 是一间差的公司 没问题 你知道你说清楚 最后都有投资者愿意去买的话 这就叫披露为本 那就是根据香港的公司条例 行的方法 那当然 实际的情况 有时会两种会撈乱的 可能譬监会都需要你 譬如一些公告 要把你的东西写出来 但是 去到最后 有时也要去个审批 所以有时就不只是说一种 有时是评审加披露为本 两种一起去做的 那这个我们就会看一下 过往监管的问题 关联和影响 都会讲一下以证监会成立的历史 那 1891年 差不多八几年前 香港第一间证券交易所 就成立了 那去到73年的时候 那时候就五间 如果大家有看过那些历史都知道 那时候有叫四会 四间不同的交易所 还有加上其交所 所以加上就有五间的 那去到1973年的时候 好不幸 果然就发生了一个 比较大型的股灾 痕之是1700点 同一声地下跌 跌到85点 那当然在那个情况之后 很多投资者 输了很多钱 都很惨 那在那里 政府就在想 现在是否需要做多些东西 去监管市场呢 那他就制定了 证券条例 和保障投资者条例 那在那里 在他设定了一个 叫做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 和证券事务监理专员 这个呢 做一个新的监管架构 开始去 真是对证券市场 开始做多些的监管 那斩了眼 那十几年 去到1987年的时候 那次更大 是全球股灾 不知香港 美国 其他好的地方 股市都跌了几十个百分比 香港还停市 停了四天 那在那个时候 哇 真的不行了 那他觉得可能 七三年的社都不够 那政府就找了 大为心 担任主席的 一个叫 证券业检讨委员会 负责去检讨一下 金融市场 看看有没有什么 可以再做得好些 那政府最终 接纳了他大部分的建议 在那个时候 大为心和检讨委员会 其实他有几个观点 说了 他觉得需要有一个 稳健的制度 需要平稳有序 公平 没有操纵 欺诈的一个市场 投资者保障 一定要充分 做� convention 要从业园規本 这是一个监管制度 有一些 专业人员执行 还有制约平衡 还有一个 独立于政府的委员会 有从业园 控告监 soit 因为有时以前 刚才说过七三年的时候 是政府的部门 但a mayro市政府 他們的官員其實都不是那麼熟悉的市場 那些人又不是來自股票市場或金融市場 因為他都不是太明白的運作 所以那個人就建議不如找回一些專業人士 去做一個獨立的機構去再監督交易所 還有由於這樣的機構 他都希望一些市場的人士 真的懂得股票的人 加入交易所和結算所 你會做得比較好 那個架構由1989年就開始有效運作 而政經會大約是那個時候去到成立 基本上都二十幾年 大致上都沒有什麼特別大的轉變 現在的證券及期貨條例 都是這十條的管理證券、期貨、槓桿這些 都是在那個時候產生出來的 中文字幕中國人 中文字幕 文字幕 字幕 李宗根 中文字幕 李宗根 感谢观看